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两会胜利结束了 这里面最重要的新闻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当然就是习近平主席顺利连任 开始了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第三任任期的这样一个历程 中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中国人民眼又服了 全票当选充分体现了全过程民主 前领域民主的这样一个辉煌奇迹 因为在全世界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 你像美的欧洲那些国家 别说开这种议会 开这种代表大会 就连开个居委会 开个街道的小会 他们都开不好 炒成一锅粥 只有在我们国家能实现这样万众一心的这样一个宏伟的局面 那么这个事情说实话 咱也不敢多问 咱也不敢多说 总而言之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后面这些年我们将见证 中国在世界上到底起个什么作用 中国人民的选择对他们自己来说 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 那习主席那也是几上几下 经历了政治风雨的考验 是中国人民中国人党一致的选择 是国家难得的福分 比如说在1987年9月1号 习主席在厦门搞的人大等额选举里面选市长 大家听着 选厦门的市长 而且是等额 党和政府厦门当地的群众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愣是没有通过简单多数 没有当上市长 不得去不去了宁德 宁德这个事也是贾庆林 王兆国他们特意安排才能去了宁德 所以到后面的很多年 在这个我解读这个红色赌盘的时候 也给大家交代过 王兆国 贾庆林那真是习主席的恩人 也是在中共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挑选了习近平 否则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横空出世 所以在厦门 人家遇到过滑铁卢 再到后年 十年以后 1987年 十年以后 是1997年 中共的十五大 产生了151名候补委员 第151名 就是习主席 倒数第一 比他高的有谁呢 有邓普方 有打排球的袁伟民 有著名女星许晴的前男友 中国银行的行长 王雪冰 王雪冰当然后来被判刑了 这些人得票都比习主席多 当时党和政府 在某些程序的组织上 安排上 和今天不太一样 他们公布候补委员名单的时候 涉案得票多少排名的 一看大家就知道 哦 习主席是最后一个 你看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 这次终于全票当选 无反对无弃权 充分印证了全过程民主的伟大 这让我想起孟子的一句话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那就是要给习主席 天大的任务 当然前些年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事 就已经够大的了 还要怎么大 超出了我的想象 何老板也一直说 习主席是干大事的人 我看看后边 还能大到哪去 我是憋足了劲 但我突然想到有可能有多大呢 今天这个大的程度 可能和一部电影有关 叫瞬息全宇宙 得了奥斯卡奖 是不是 人家这个杨子雄 还有那位关某某 两位华人 在美国的电影的殿堂上 拿到了最高奖项 我突然想到 习主席 他将来干的事 就会有瞬息全宇宙这么大 到底指啥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通扯淡 我也跟着扯一扯 后面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 咱也不知道 只能走着看 总而言之 中国人民 中国人党 中国这个国家 都要为这个选择 享受他的福分 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习主席自己也说了 面临的局面是风高浪急 那怎么办 新华社说了 万山磅礴 必有主风 大海航行 必有舵手 咱们有了习主席 后面就好办了 那这事你看 我说到现在 也不敢多说 坦率的讲 我从来不装 为什么不敢多说 就是因为心里还是害怕 尚有八十老母 我多聊这个事 风险太大 问题的关键是 这个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 它就是一个多重宇宙 多重时空 同时展现 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宇宙说的话 在另外一个宇宙会被解读成什么样 你比如说这两天 竟然传出什么消息 这个有个网友去支付宝 去上面去找了一个商家 想用最后全票通过的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那个画面 想做个文化山 就那张照片 做个文化山 一开始 一开始 这个店小二挺高兴的 来了新客户吗 没问题 给你做多少件 你把照片发过来 发过去以后 小二说 对不起 不能做 这个客户就有点懵圈 为啥不能做 我今年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 怎么了 而且这是央视播出的画面 我就想做文化川 川身上 时刻怀念 这么一个伟大的时刻 店小二不予明确回答 就是不能做 最后这位客户只好放弃 但是放弃的时候 发现出大事了 这位的支付宝账户被封了 里边的钱能不能转出来 也不知道 店小二也不回答 总而言之 你只要敢提这件事情 在支付宝上 你就是人财两空 财空是指 你里边的钱要出问题 人是指 你这个账户 可能再也用不了了 所以我哪敢多聊这个事情 不敢多聊 历史 空前的有戏剧性 也是空前的重复 我今天看到一个画面 更有意思 啥呢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任 这个投票的时候 候选人是刘金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赞成票2943票 反对票3票 弃权1票 还有人 给了另外一个名字 不理刘金国这个事 给了一个人的名字 另外一个候选人 叫刘元 前国家主席 毛主席亲密的战友 当然到后来成了全党国 第一号公贼 叛徒 内奸 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军方的高级将领 他得了一票 哎呀 历史真是惊人的重复 这说明什么 有些人就是怀念 刘元 可能代表的那股力量 他不敢动 国家主席的那张选票 动了以后 你就满门抄斩 你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你就要祖宗三代 街坊邻居 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会倒霉 所以没人敢动 那个全票当选 但是什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 这种人家就敢把刘元甩出来 这证明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象 还是有的 不是没有 你要看这些细节 看这些细节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 这次获得全部赞成票的有谁呢 有习近平 作家主席 韩正作为国家副主席 张劳记作为前中国人大委员长 何伟东 军防 这几个人都是获得了全部赞成票 其余关键人选出现了反对票 或者弃权票 这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有意思 比如说国院总理李强 三票反对 八票弃权 不少 意味着有十一票不赞成 大家知道李克强在2013年的时候 也是在人大会议上成为总理 也有投票 是多少吗 三票反对 六票弃权 所以只有九票不赞同 今天的李强的得票啊 比李克强少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还是像我刚才说的 对习近平 大家不敢说什么 但对习近平挑的人 反对的声音啊 比十年前更大了 那这种 反差 意味着什么呢 当年的政治气氛和今天还不一样 今天 这样这个大会操作的模式 这样一个千方百计 各方面做好工作 才来开这个会 甚至是在二中全会 甚至是在二十大开会的时候 都已经把这个事情敲定了的情况下 还有十一个人反对 比反对李克强的还要多 这里面的声音啊 非常值得 回味 将来中国社会真正能走到个什么样子 人民的生活会成为什么样子 整个国际环境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个九和十一的区别 会起一个相当大的作用 不信啊 大家等着看 因为啥 像这种会 如果有一票两票的反对和弃权 他正常 出现了十一票 不赞同 这里面啊 不正常 蹊跷 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是政治风暴的前奏 另外 还一个比较蹊跷的是谁呢 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 英勇 三票反对 七票弃权 加起来 有十票 有十票 十一票这样的反对或者弃权啊 是反常的 因为整个过程啊 全部被掌控了 这样的数字表明啊 习主席还是没能百分百的控制局面 英勇是干啥的 英勇是2003年担任浙江纪委的副书记 当时的省委书记就是习近平 2006年英勇担任浙江省高级法院的院长 继续兼任浙江省纪委副书记 你看从2003年开始就开始跟着习近平啊 安前马后2007年习近平到上海当书记 他也把英勇啊 调到了上海高级法院担任党组书记 08年开始担任上海最高法院的院长 12年习啊 到了北京成为中共的总书记 英勇马上就当了上海市委组织部的部长 李14年当上了上海市委副书记 16年兼任了副市长 17年任上海市市长 直到2020年啊 他调任湖北省委书记 那集体英勇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龚正啊 和李强在浙江共事多年啊 所以英勇和李强这两个人 就是帮习主席啊 镇住了上海帮的干将 横哈二将 左膀右臂啊 完全压制了上海帮 想蹭距作乱 反对习主席的 这样一个罪恶的图谋啊 那这一次啊 恰恰就是英勇和李强 都超过了10票 不赞同 这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 也可以说又有一票人啊 搞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闹场啊 那李强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没有这个运气 能撑完他自己的任期 能够可以说重规重矩也好啊 能够出其招 让人耳目一新也好 这些他第一次表现 我们只能看他的记者发布会啊 刚刚一个半小时的发布会 刨去英文翻译 回答实际只有45分钟 这里边啊 虚张声势的内容很多 实际内容没有 只有一个东西是他透露出来 有可能是真的新闻点 那就是将会提高退休年龄 其余的都是套话 只有提高退休年龄这事 别人没说过 他提出来了啊 那李强的发布会 到底有没有价值呢 仍然是有 因为你可以通过李强 怎么说怎么干 看出来习近平怎么说怎么干 那这里面啊 我看到海外的中文媒体 包括推特上 好多人啊 又开始给李强贴标签 说这个人啊 比较务实啊 会周旋 对不起 务实 他比李克强还务实吗 啊 在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到达关键时间点的时候 在这个脱贫 攻坚已经取得全面胜利 中国已经完成脱贫的时候 李克强仍然说 中国有多少多少艺人啊 月收入仍然在一千块钱以下 人家不务实吗 啊 当全国都开始啊 要超英赶美啊 要让美国啊 羡慕我们流哈拉子的那个程度的时候 李克强说要搞地摊经济啊 要创造就业啊 要让大家有饭吃 有收入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不务实吗 哎 所以你看 哎 说李强务实 那丝毫不会比李克强更务实 所以这些媒体啊 现在夸起人来 都是左观想象 代替客观现实 目前没有看出李强 至少从发布会这个角度啊 能看出比李克强啊 风格上会有多大的变化啊 多大的变化 那至少李克强啊 在当年的发布会上 还还敢大谈台湾问题啊 还敢大谈香港问题啊 很多问题的都这个讲的非常的多 非常的务实啊 国际局势讲的非常多和美国的关系啊 这些啊 在李强的发布会上都是啊 夫皮疗草啊 草草带过啊 这证明啊李强确实是把重点重心 放到了国内问题上 在国际问题上 由于他还没有在国院系统工作过啊 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啊 在这个第一场发布会啊 也不能多讲 这也符合他这个工作履历 所带来了这样一个限制 但是这里面啊 还有两个问题 我想给大家啊 这个共享出来 第一李强啊 确实是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比如说江苏啊 浙江啊 干过很长地方 很长时间 当年他在这些省工作的时候 确实比较务实 比较高效啊 是 国内做生意这些人 民营企业家 大家共同认为的 那在这场发布会上 李强也是在强调啊 也提到自己在浙江和江苏的经验 他说 我长期在地方工作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 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 高手在民间 你看在发布会上 他说高手在民间 我们要推动各级干部多到一线去 问虚于民 问济于民 向人民群众学习 真正帮助基层啊 解决实际问题 特别是长期在大机关工作的年薪同志 要深入基层 新入基层 更多的接地气 这个话呢 说的没错 这是他的政绩 但很多事情就怕你反过来想 你反过来一想啊 李强承认了什么 李强承认了坐在办公室里这些干部 是民间发展的障碍 为啥 因为你看到的都是问题 人家民间自己有办法 是不是 哎 这就跟当年马云马老师说的似的 中国金融系统啊 没有系统性浮现 因为压根就没系统啊 就是因为没系统或者没来得及搞系统啊 马云发展出了阿里巴巴 发展出了支付宝 发展出了蚂蚁金服 中国江浙一带的企业家 那个经商的天分 那个勤奋劲 那个钻营劲 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些企业家来讲 都毫不逊色 甚至比他们还要出色很多倍 事实证明 政府官员你只要甭管 或者能不管就不管 中国的企业家就能做出顶天立地 让世界侧目的成绩 这一点我认为是李强所在的江苏和浙江真正的经验啊 所以在这个角度讲高手在民间等于他否认了现在这个体制里面有催生民间 自发创新动力的能力 也失去了 作为 政府机关 政府机构也好 你要做的是服务型政府这样一个目标 李强自己也在强调服务型政府啊 但他说高手在民间 这句话我认为还是令人深思的 那在这个发布会上 李强也是对民营经济都外资啊 喊话 但喊话里面都是空话啊 没有实际内容 没有实际内容 甚至不但是空洞 还有一些违反事实的说法 比如说啊 他在回答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说民营经济这个事儿 他说过去有段时间 社会上有一些不正确的议论 使一些民营企业家内心感到忧虑啊 尤其是在发展民营经济这个问题上 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一直是非常明确的 19大20大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做了强调 对此我们旗帜鲜明 坚定不移 这个你再说也没用啊 还是那句话 萧老师去哪了 萧建华 报老师报凡去哪了 马云马老师又去哪了 你现在 不用说给他一个正常的待遇 你别让他人间消失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就这么没了 你让民营企业家心里怎么个踏实法 另外说要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那从这个角度讲啊 国企拿到的资源 他就是比民企业要强一万倍 以何为正 以李强自己的话为正 他第二点讲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 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 要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里 要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 结果第三点的时候他就否定了 第三点说了什么 叫时代呼唤广大民营企业家 蒲写新的创业史 他这里还是夸他当年在江苏浙江发展 个体私营经济的时候 他说江苏浙江的企业家 有个四千精神 千是百千万的千 什么叫四千 走遍千山万水 说尽千言万语 想尽千方百计 吃尽千辛万苦 你看你也承认人家民营企业家这么费劲 那我们见过中石化 中国电信 中国远洋 这些大型国企 中央电视台 他们有四千精神吗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不需要 你钱都给他了 比如说我一个做油管媒体的 或者我在国内做B站的 说封就封了 我有央视的待遇吗 是不是 这些东西都是空话 都是空话 都是假话 当然李强的记者会 让我对另外一个问题 有了更加乐观的看法 什么呢 就是台湾问题 问到台湾的时候 李强又提到了九二共识 因为台湾联合报的记者问 大陆方面表示 将始终关爱尊重造福台湾同胞 那随着大陆疫情防控措施调整优化 两岸民众都希望尽快全面恢复 两岸的正常交流和往来 请问在这方面有何规划 李强说了 两岸同胞一家人 血浓于水 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们将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继续推动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 让更多台胞 抬起来大陆 不仅愿意来 而且融得近 有好的发展 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了九二共识 我为什么用又这个词 是因为前两天 秦刚在发布会上 露了一个大切 他还挺得意的 外交部这帮孙子还挺得意的 你看提前准备好了 给秦外长准备了一个小红本本 把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亮出来了 这个说 实现祖国统一 是我们中国宪法规定的 我们怎么能违法呢 所以台湾必须拿回来 我看这个事心里咯噔一下 但是看到李强今天又提到九二共识 才稍微放心一点 为什么 九二共识 就是刻意营造的一个模糊区域 特别是要在法律的刚性特质方面 留出一定的空间 让两岸都有操作的空间 说白了 你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说台湾问题 就是破坏了九二共识以来 来之不易的战略模糊空间 因为啥 你比如说 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 中共喜欢谁 中共当然喜欢国民党 因为虽然和国民党打得死去活来 但毕竟国民党坚持中国要统一 所以九二共识 如果你强调宪法这事 国民党就没法跟你谈了 那我有我的宪法 你有你的宪法 对不对 那你凭啥我按你的宪法说了算 另外你的宪法不也可以改吗 以前国家主席只能连任两届 你这不改成可以连任100年了吗 对不对 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有好多版本 八五宪法 什么这宪法那宪法 很多事情都没有提到台湾问题 那我按哪个来跟你聊呢 那这种情况下 有九二共识 别提宪法 别亮那个小红本 对台湾海峡的局势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九二共识 后来台湾又搞出来一个一中个表 这种模糊 战略模糊是刻意的 是面对海峡两岸不断升高的 这种局势 做出了一个不得不的选择 那你好吗 你这个 秦刚 又拿出红本 这不和李强唱对台戏吗 从这个角度讲 李强 李强管不了秦刚 秦刚 少装派 是吧 这是老大清点的 没有经过当部长 当几年在进中央委员这个层次 这个这一次 这个直接进了 说错了 不是国务委员 是这个 他本来就是政筑局委员 所以你看这个情况下 他怎么能管得住 李强怎么能管得住秦刚呢 李强一上来就是个 缺了一条腿的总理 你根本管不了秦刚 外交你都管不了 你个总理 就只能聚焦国内搞这点事了 国内这个事情 你自己能不能搞得定 那又难说 所以秦刚和李强对着干 也是这一次两会 特别有意思的一幕 另外就算是要亮宪法 那你也应该亮中华民国宪法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里边也规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台湾现在仍然是中华民国 你岂不是拿中华民国宪法 讲更有道理 更有历史基层性 也更符合历史现实 你亮大陆的这个宪法 反而自漏其短 反而逻辑不通 反而事实颠倒 那这个事情上可以说 秦刚还是显得年轻 一不留谁聊了25分钟 本来节目定位15分钟左右 今天聊了25 那就内容 最近需要聊的内容 还是会非常多的 我们先欢迎大家 给我们节目点赞打赏 特别欢迎您留言 我们看看两会以后 中国领来了新的时代 后面会怎么发展 我们为大家一一到来 谢谢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中国的两会已经正式结束 习近平在最后一次 人大闭幕的会议上 发表了讲话 毫无新奇之处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疏愿 那就是成功连任 但是问题是 从他坐在主席台上的表情看来 闷闷不乐 还一个点的眨眼睛 这一切都证明 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就是梦想迎来新的挑战的这一天 你看现在 全党没有一票反对 把你选到了连任的这个位置上 那后面这些年怎么办 能不能交出亮丽的答卷 甚至能不能及格 所有的压力也都压到了你一个人头上 那么关于两会的机构改革和人事任免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进行了大致的分析 今天趁着两会闭幕 我们扫一下委把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选 跟大家再稍微的分享一下 他是谁呢 他就是新科的国委员兼新科的国防部长李尚夫 为什么要聊他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同行 我们一直非常尊重 非常敬佩的华尔街日报 露了一个欠 在一周前 在两会召开一周前 确切的说 华尔街日报 刊登了重磅的独家报道 说将担任国防部长 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那现在证明华尔街日报弄错了 这种弄错并不多见 平常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还是非常准的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怀疑何卫东担任防长 为什么呢 有问题 因为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排名仅仅在张又霞后面 而张又霞是习近平在军中最信赖的大将 这个李尚福只是军委委员 连军委副主席都还不是 如果是何卫东担任防长的话 意味着中国军队体制将会发生大的改变 那就是国防部可能会有实权了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国防部在中国国内 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军事实权的职务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看国防部长连军委副主席都没搞上一个 他只负责对内动员征兵 对外搞国际交流 你比如说跟美国跟其他的国家这些部队之间 总要有些互相来往 这事都交给国防部了 对内跟各个部门打交道协调 征兵这都是国防部的事 真正涉及到重大的军事决定 甚至是军事行动战争 这些事 国防部说的根本就不算 都在中央军委那 那看来呀 这个华尔街日报确实 把误传当成了准确的信息源 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但即使如此 李尚福本人的特点 我们仍然要做一些分析 仍然他代表了一种新的倾向 以及习对部队未来的定位 对国防未来的定位 有些新的思路 那李尚福是干啥的 李尚福从小就从军 后来是在重庆的一所高校 学自动化 学自动化这些 基本上都和军工沾边 所以他也熟悉国际军事技术 二十大的时候 他成为了中央军委委员 那么对他来说 他的技术强项 跟其他的军委委员相比 是非常突出的 他甚至在担任国防部长之前 在部队他最后一个职务 是总装备部的部长 在那个时候 他就卷入到了美国设立的雷区 被美国列入了制裁名单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 他不是管装备的吗 所以由他主导 俄罗斯搞了个重大交易 就是中国在2017年 购买了10架苏35战斗机 2018年又采购了 苏400地对空导弹系统 那这个让美国很紧张 于是颁布了禁令 甚至把这个制裁 安到李尚福本人头上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相关的宣布 说任何美国公民都不准和李尚福 有声音往来 另外 中央军委的装备部和李尚福本人 禁止申请相关的出口区额证 也禁止他们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 主要是那个Swift 就是那个汇款的系统 那这个制裁很具美国特色 就是第一非常严厉 拿自己的杀手锏来对付中国的军方的人士 另外就是说实话 有点突兀 因为中央军委的总装备部这个位置 非常的重要 而且李尚福当时就已经显示出来 可能会在中国的军方 成为一颗人人生起的新兴那种趋势 这么一个副部级的干部 美国军方你这么公开的制裁他 对两军的交往真有利吗 我们表示怀疑 那更不用说李尚福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关系极其紧密 他担任总装备部部长 就是在2017年8月接了张又霞的班 张又霞原来是干这个的 所以你看李尚福 可以说道型是非常深的 资源是非常广的 美国你这么制裁他 我认为起不到什么实际的作用 当然美国当时做这个决定以后 北京当时就感到被激怒了 暂停了与美国的军事往来 两军的关系也急剧恶化 前段时间美国的主流媒体 甚至报道出了一些新闻是什么呢 那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给中国的部长打电话 中国的部长不接 电话都不接了 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 李尚福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这说明中方对美方的 相关的制裁 相关的说法 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 他似乎没有考虑 美国的感受 你看李尚福这个排名 还有他这个新的任命 完全是根据中方自己的需要 采取了这么一个动作 根本没把美国制裁这个事 放在眼里 当然东方的智慧 通常是很辩证 很深邃 很讲究 美方认为自己占优势的地方 在中方很多时候看来 往往是自己 能够反隔一击的条件 你比如说 美方认为 我把你国防部长都制裁了 显得很牛叉是吧 中方说 我看你现在怎么办 你也要 有求于我 你也想和我恢复正常的军事联络 和军事沟通 以防擦墙走火 美国当然也不愿意莫名其妙的 和中方 在很多的地方 在采取一些 莫名其妙的手段 引起不必要的争端 在这种双方都有需要的情况下 是你制裁的我 那我现在国防部长 在你名单上 你自己看着办 那美国恐怕得自己借坡下驴 得找个方式 让自己下这个台 所以中方认为自己是以退为进 那另外 这次李尚服的这个新职务 仍然能显示出来一些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 他还是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 他还是排在第一 他甚至排在书记处书记 公文部长刀把子的头 王小红之前 那更不用说后面的几位 比如说吴正龙 现任的国务院秘书长 还有 这位女士 陈怡勤 原来的贵州省委书记 那这也是 这个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 在二十大打破陈董 首次 没有任命任何一位女性进入政治局 最高的政治局的最高的这个女性职位 就是这个陈怡勤了 国务委员 那么还有谁 秦刚 新科的国务委员 加国交部长 你看这些人里面 李尚福排名第一 这是为什么 这是代表着习近平对军队的思路 对国家的思路都在往战时的体制去转型 他需要在国务委员这样一个相当于副国级 这样一个国家级领导人 在关键的时刻 那一个有军方背景的人 担任排名第一的国务委员 有利于协调各种资源 尤其是跟各个部门对接 就logistic这些后勤保障装备 这些东西 发言权要比较大才行 这是习向大家显示出来的 往战时去做准备的这样一个端倪 那李尚福的排名 这种情况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呢 有 那就是1998年的时候 这个山东人迟浩田 担任国防部长 也是在排名比较靠前 但迟当时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 自从迟浩田以后的排名 国防部长排名都没有放在最前面 只有在习近平这一次两会以后 李尚福排名第一 那就着李尚福担任国委员 我叫国防部长 而且排名很靠前这个事 我们再来把这次两会里面 可能往战时体制转变的一些迹象 放在一起说一说 这里面有两个事需要交代 一个就是今年的全国人大 修改了一个法叫立法法 这个可能不熟悉体制的朋友不了解 中国的立法也有法 就是由谁来立怎么立程序怎么样 这一次修改了立法法 具体内容是如果国家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 人大常委会一次审议便可以将法律草案交付表决 当然什么叫紧急情况 相关的修正草案没有解释 那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大常委会 他认为是紧急情况 那就是紧急情况了 现行的做法是什么的 现行的做法是中国草意或者修改法律 一般是先征求公众意见 延后有人大常委会经过最少两次 甚至是三次的审议 之后才能表决 这个过程一般都需要好几个月 那目前这个三审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说起这个历史了都非常的搞笑 令人感觉是恍如格式 为什么最初中国特别是在文革以后 法律的情况是一穷二白 是一片苍蝇 整个国家一通乱 那个时候就是一审制 一审制改成了三审制 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说法 就是从量到值的转变 那是一个历史巨大的飞跃 时间发生在1983年 当时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 在审议一个东西叫海上交通安全法 这个海上交通安全法审议的时候 其中某些规定 咱也没查出来到底是啥 没来得及 引起了代表激烈的争论 导致草案没能在那次会议上通过 那这个都碰到了一个法律的障碍了 法律边没有说 以前没有出现过 提出来以后没通过 咋办呀 王汉斌 当时是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 他就要请示 因为这涉及到会议日上请示委员长彭真 说彭委员长 你看这个事 委员反应比较大 没通过咋办 那是不是要再审 咱以前没有再审过 那要再审的话得多少时间 彭真这忙人 胆比较大 彭真说 为了把问题搞清楚 需要审多少天就多少天 从那以后 两审制就取在了过去一审制 这做法也写进了1987年通过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 你看这个议事规则 也都写进去了 成为法律了 那这个三审制 最后经过很多次的这个酝酿 很多次的这个尝试 在九届全国人大的时候 2000年 三审的做法写进了立法法 那列入了常委会议议程 一般都是三次才能交付表决 你看这是当年做的 这是一个充分防洋民主 集思广义凝聚共识的一个过程 那这些事情 那这个三审才能通过法律 后来在实践中有没有发生呢 发生了 而且是大规模的频繁的发生 比如说物权法草案 历经五年八次审议才过的 劳动合同法草案 也是历经五年五次审议过的 社会保险法三年四次审议 另外食品安全法监督法 社会保险法 国家赔偿法 侵权责任法 预算法 这些法律通通都审议了四次 你看这在当时这个情况看来 实行三审甚至多审 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 保证充分审议 成为提高立法质量的制度保障 这叫什么 这才叫全过程民主 好吗 今年你又把这个三次改成了一次 只要有紧急情况就是一次 那你这不是为将来滥用法律 打开了绿灯吗 那什么叫紧急情况 当然战争就是最典型的紧急情况 所以人大常委会已经把暂时紧急出台一些法律 在程序上扫清了障碍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两会之前 还有一个法叫什么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军队战时调整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事输送法 部分规定 那这个消息很短暗 那么当时的具体的言辞是说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39次会议决定 军队暂时开展形式诉讼活动 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事诉讼法 确定了基本原则 基本制度 基本程序 适应暂时形式诉讼特点 保证诉讼当时人合法权益 维护司法公平公正 前面这些都是穿衣戴帽 最重点的是说 在满足了这些条件以后 说可以调整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事诉讼法 关于管辖辩护于代理 强制措施 立案侦察 其次審判 执行等部分具体规定 具体有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 你看最后一句话就甩锅了 把所有的这些事情 甩给中央军委说 具体情况 你们问中央军委 他说咋办就咋办 这里面讲的这么复杂 什么从管辖辩护 措施审判执行 说这么多 用了这么多个 专业的法律岁月 其实最后就是一句话 一旦国家进入了战时状态 甚至是准战时状态 军管就会是唯一的选择 法律就失效了 只要中央军委 或者有关的军事部门 认为你这个人 或者这个事本身 危害了军事安全 或者涉嫌危害军事安全 马上就可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立案侦察起诉这些东西 有没有律师都无所谓 审了以后 马上执行 光机一枪给你崩了 你都没地说理去 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已经把这个权限 全部交给了中央军事委员会 大家看这个惊不惊悚 可不可怕 整个国家正在往 全部的战时体制上去转型 那李尚福这个事情 发生的国际背景更有意思 好多事情貌似偶然 但实际上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 我在说什么 在说美国 大利亚和英国刚刚达成的核动力潜艇销售协议 那在昨天 美国总统拜登 澳洲总理 尔巴尼斯和英国首相 应议的苏纳克三个人 在凯特方尼亚海军基地 一起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澳英美三边安全关系 以及购买潜艇相关事宜的一些细节 那根据这个协议 美国计划从2030年开始 向澳洲出售三艘 由通用电力叫General Dynamics 建造的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 澳洲拥有向美国再多买了艘的这种选择权 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因为澳洲是个无核国 但是它在军方通过购买美国的核潜艇 实际上具有了核能力 那台湾马上对这个事情表示欢迎 说这个核潜艇有助于维持区域稳定 那台湾当然高兴了 因为美国搞的这个安全架构 就是为了联合他的盟友 在南中国海乃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 维持地区的稳定 其中的一个效果和目的 就是保护台湾本身 那这个事情 引起了中方的极大的反感和反弹 外交部四处游说 造舆论说这个东西 导致了核扩散 当然这个说法被国际原子能机构 进行了驳斥 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认这个 美国方面也说这个事情 并不会导致核扩散 那当然中国的一些专家 说的比较过分 说这个通过这个deal 澳大利亚实际上已经成为 美国核潜艇舰队事实上的分支 这提高了澳大利亚部队的风险 更明确的说 这一位的澳大利亚 把自己放到了北京的防武雷达上 我认为用防武雷达 这次的字太客气了 实际上北京想说的是 你这样做澳大利亚 你把自己放到我的枪口的瞄准镜前面 所以整个太平洋台海的局势 实际上是极其紧张的 你看防武雷达也好 潜艇部队也好 这都是涉及到军事装备和军事科技的日新卫议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中方任命 李尚福担任国防部长 这说明中国的决策机制 在某些方面 反应还是挺快 挺灵敏的 李尚福的任命 就因应了当前南海台海 这样一个紧张的 必须随时做出反应的这样一个态势 今天时间一不留神 聊了20分钟了 本来我还想聊聊 这个硅谷银行倒闭这个事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们先欢迎观众留言 您觉得您想听哪方面的话题 我们尽量予以满足 欢迎您点赞打赏 更欢迎您直接跟我们交流 通过留言的方式 精彩的部分 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共享 谢谢 下期节目再见